台北 蔡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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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德國的蔡奇亞 就是我們的農夫市場 那這個農夫市場呢 在我們這邊是每週二 四 六 只有三天會出現 主要就是販賣一些周邊城鎮的一些農產品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裡面有賣什麼吧 除了菜市場必備的蔬菜 水果以外 還有養雞場新鮮直送的雞蛋 鮮花 噴災 等等 另外就是歐洲人最喜歡的起司啦 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愛店 我們很喜歡來這邊買蘋果跟西洋梨 因為這邊就是可以刺青 每個禮拜六的時候 他會放出各種蘋果啊 西洋梨的種類 他給我們試吃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蘋果 超多種類的 有脆的啊 酸的甜的 酸的甜的 黏的都有 然後在這邊很酷 他們都是用這種紙袋去裝水果 我們要去買完 這是中間2.9個 你可以自己挑你要的蘋果 跟西洋梨 跟西洋梨 這個西洋梨也是我來這裡之後才吃過的東西 它就有點像萊雅的味道 可是比較綿密 在那裡 就好了 煮蘇里長 这边的摊贩都会开这种小卡车栏 打开侧边的门就可以开始营业 在德国,五六月份正好是各种桃子和莓果盛产的季节 超级美的 这在特价一个才1.5块 干嘛嘛呢? 干嘛嘛嘛 它可能有分皮质吧,那个就3.5块 这个比较贵的是德国製的 比较贵的是德国製的 德国製的 德国製的 西瓜 这西瓜有点贵 米西瓜就要4点多块 德国是一个非常讲究永续环保的国家 像是右边这种盆栽就是罗勒 所以如果想买九层塔的话 就是要连跟连一起买 它这边很多菜摊 其实蛮多熟悉的蔬菜 但是这边会有更多做生菜的蔬菜 不过这些蔬菜摊呢 它们的价钱 因为是本地产的 所以价钱都会比 超级市场要来的贵 所以我通常都是去超级市场买 另外市场里面也蛮多这种卖面包的摊子 另外市场里面也蛮多这种卖面包的摊子 那比较特别的是他们会卖这种法式的硬面包 现在我们要来 买手工制的硬面包 看一下就是用 挺coco 很像马可先生的面包 大棍 这个都是我不喜欢吃的西 挺coco 挺coco的 大棍面 真的很硬 但它咬起来很香 这个很练咀嚼肌的东西 那现在这个季节呢 是白乳笋的季节 大概是五六月 可以看到这边就临时出现了一个 乳笋摊 生意很好的乳笋摊 它们也会依照不同的品质 有不同的定价 当然市场里面少不了德国人最爱的香肠专卖店啦 在市场呢也会有这种烤肠面包店 如果放这个就可以吃个小点心 这个是2.5块 这边很喜欢的 这边很爱 这样酱料直接挂在最后板上 这个设计超像在井油那里 很喜欢的 这边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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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一个烤肠 你这个是 是那个 山猪肉 这是烤肠 这是烤肠 这是猪肉 2.5块 炸番茄酱 Ketchum 它们这里香肠很有名 所以来这边市场可以吃看看 很咸 很咸 肾脏不好的 不要太吵 它烤的蛮好吃的 脆脆的 它烤的蛮好吃的 脆脆的 然后搭那个番茄酱也还不错 甜甜甜甜的 因为就是德国人很喜欢在家里用圆椅 所以 市场上有很多卖盆栽的摊饭 那其实呢德国是在内陆地区 所以卖鱼的摊饭特别的少 如果有的话呢也比较少啊 海水 我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卖的鱼的种类非常的少 大概只有四五种吧 另外通常卖鱼的摊饭也会卖 腌制的或者是烤好的鱼 谢谢大家